所以我們在今天特別在持續帶你來關注 元宇宙特別是跟元宇宙息息相關的 大事是FB這家公司要改名字了 它改名叫Meta 為什麼呢 它說名字代表 我對未來趨勢的看法 陳妍 沒錯 因為其實前幾天 我在看臉書的股價 真的表現不怎麼樣 可是它這個訊息一出來 既然就讓臉書的股價 砰一個就上來了 所以改名會改運嗎 改名真的會改運 它應該有找這個真人指點過 為什麼這一改 不得了 META META 而且股票也要從FB改成MBRS 以後你找FB FB FB找就到了 這是它新的LOGO 對 而且我跟你講連公司的那個 外面的那個本來不是 就是臉書的標誌是一個手指 按讚的那個有沒有 是 它也改了 改成那個 那個其實就是無極限嘛 我們在以前學數學 就是那個在算數學對不對 對 那它也把它改掉 所以它的LOGO也改了 它的公司名字也改了 也改 好 包括它的宣傳影片也拍了 也拍了 好 宣傳影片我等一下帶大家看 當然這整個 我覺得也在帶動了今天整個 因為它這個氣勢一出來 整個元宇宙相關的股票 大漲 氣勢兇猛 繼續大漲 繼續大漲 你看宏達店之前 我們也講這一定會繼續衝的 你怎麼可以叫它群魔呢 這個是魔女 不是魔啊 對不對 他很急 當然叫群魔啊 妖舞啊 當然由魔女帶動 我們雪紅姐姐帶動的情況下 你看宏達店帶動威盛整個 其實你如果真的只有宏達店 那我覺得可惜了一點 整個都起來 我覺得這個氛圍 是不是就像我們剛才講的臉書 它這個一改 連大家周圍的人 現在不要再叫人家臉書了 人家現在叫做META META META呢 還滿難記得 META到底有什麼樣的黑科技 我覺得他這次拍的這個影片 其實真的很有趣 為什麼 因為你看 你可以是 當然你自己就出現在這個 這個以後的虛擬磁境當中 元宇宙當中 你還可以挑衣服啊 一下要他挑這個挑的 最後你看他還是選他那一個 而且進來以後你會發現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打招 有趣的是 以後搞不好我現身是湯姆克魯斯 我不一定要用我這個樣子對不對 用我自己的本尊湯姆克魯斯 來跟大家見面也可以啊 而且還可以打普克牌 大家那裡打普克牌 這時候有人打電話進來怎麼辦 你要回到現實面嗎 不用喔 你就直接手機拿起來看一下 甚至我在 他這個有一個好玩的地方 就是說我好像 他怎麼用手腕 對 直接用手腕 我就可以看了嘛 對不對 這真的把它結合 你看 你在虛擬實驗跟你的朋友聊天 所以這裡頭有虛擬的世界 也有真實的世界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氛圍 那其實我覺得臉書這一次 為了這一個所謂的這個 原宇宙 這又不是原宇宙 META META 對 它改成原宇宙這個概念以後 有很多的黑科技已經開始浮現出來 剛剛我們看到手腕對不對 因為你在 你已經走到未來了 你還拿滑鼠嗎 這個太落伍了吧 你只要戴著手腕戴著這個 他的這個碗錶 可以做很多事情 因為他透過你的腦神經 脊椎會傳這個腦神經 這個感應對不對 這個會有一個電能的動能 滿像科幻電影的 真的是 但是像他在真實世界 即將要被失效 他現在這個手錶出來以後 他這個手錶聽說很慘 對 然後你就可以 他現在在幹嘛 滑滑鼠啊 滑畫面啊 有沒有 你今天戴了這個 你就可以再做這件事情 甚至你說我要做一些 這種運動的結合 我要射箭 弓箭 你不用真的有弓箭啊 你就真的可以來做這個 甚至你說你進到室內 你要電燈喔 你要開開關啊 只是我不理解 直接按就好了 當然沒有 我要強調 我要結合我的手錶 對不對 他按他的手掌 對 他用他的手掌 這個假也假 但是我覺得這個 按鍵盤功能這個厲害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強調 他用神經 他不是用我鏡頭 去捕捉手的動作喔 所以他可以很精準的 你隔空敲鍵盤 所以以後要隔空抓藥 容不容易 簡單啦 都可以做得到 他還有MR對不對 對 還有他現在我覺得 就是最重要的是他這個頭盔啦 那其實 這個頭盔其實就是 你在虛擬結合 你看這個畫面 上面有這個大的螢幕對不對 這個螢幕其實未來就是 虛擬結合 你要查東西啊 這個其實我在我年輕的時候 演過一部片叫 關鍵報告裡面有沒有 我曾經帶大家去看過那個場景 有沒有 有沒有 最具衷 就這個是我 所以我們經常看電影 科幻片 過幾年之後 就在現實人生世界 真的真的真的 你看他當時的那個畫面 你現在只要戴上 你覺得他是電影 對 META的這個頭盔 就是真的 就是這樣 當然我覺得在這裡面 元宇宙是不是玩真的 除了說 臉書改名META之外 因為他連股票代表都改 你覺得他玩真的玩假 當然玩真的啊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也不只他 很多大咖也進來 你說像智傑跳動 他去投這個乾坤 就是中國的元宇宙代表 抖音也要做 對 然後包括投這個VR的 這一家公司叫PICO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NVIDIA 也要切入這一塊 而且我覺得現階段 已經開始遊戲的這個層面 已經有很明顯的改變 遊戲應該是最快的 最近最夯的當然是魷魚遊戲 那我們也想要玩遊戲 可是我不想被避掉啊 他在講一二三木頭人 我不想讓他轉過來說 開槍把我給避了啊 可是我想玩這個遊戲啊 ROBLOX他就做了這個遊戲 包括從宿舍到一二三木頭人 到拔河 每一個環節你都可以參加 所以前夜好像有追劇 對 我就跟中霖說 我們一起去玩 我想辦法把你給避了 但你不用怕對不對 然後再來這個中青寶 他現在這個是 在大陸非常知名的遊戲公司 他也把元宇宙這個概念 帶到遊戲裡面 叫釀酒大師 當然這個看我們的節目 千萬不要喝酒 但是你又想喝酒怎麼辦 你就參與這個釀酒大師 你想當釀酒大師的話 你可以自己調配配方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舒服的空間 然後你的配料 然後你去感應這個 感受這個環境的氛圍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結合 是很驚人的 那當然我覺得在宏達店 這個部分我要特別強調 那我們來講一下股價 股價能夠 你們都看所以他說什麼東西 股價會不會太腰 有什麼東西 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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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11月1號開賣上市 11月1號 我知道他有東西 但是他沒有獲利 對 11月1號 這不重要 11月1號東西就出來 他把東西端出來了 而且他現在要跟電信公司結合 我覺得後面獲利的爆發力會很強 這是不是腰骨 10天漲90% 10天漲快一倍 我不否認 我不否認他是腰骨 沒有錯 但是難道我不能透過裝扮 讓自己變得更美麗嗎 那變美麗以後 你這種股票還能追嗎 我覺得基本上做現在那個 我跟你講我們每天在節目跟他說 我們每天都在節目跟他說 這不太急不要追 不要追 不要追 他一直上去這樣子 我沒有 我說要追啊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 節目前朱老師講了一個 很棒的名詞 叫做古膽比 來 我們叫朱老師講一下 什麼古膽比來講一下 所以面對這種股票該怎麼辦 我每天就看他漲 我手很癢 可是你叫大家下場去買 不敢了 對不對 這其實也不是我發明 其實之前 周琳他們早就已經講過了 現在真的是你看EPS 一點意識都沒有 現在EPS真的賺錢的 等到都沒漲 不會漲得你看到 古膽比 真的就是所謂的本膽比 本膽比不是古膽比 真的是看你的賺 你要賺好你就去追 基本上現在的股市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剛剛阿冠說的 你是說他不會賺錢 都了解讓他去給你看 那你要不要追 甚至你看 宏達店已經被警示了 大家以為說他不會漲了 照樣繼續漲 那怎麼辦 我好想賺錢 我好想要標股 可是我有好怕怎麼辦 來 投一下票 好不好 投一下票 好想賺錢 好想有 我有標股 但又好怕 能不能追 來 請舉牌 老師真的是本膽比很高 很強 來 一票 兩票 三票 四票 我們現場都是 意高人膽大 有四票給一圈 兩票給差 兩位比較保守的先生 老先生 老先生 長新鮮再走 我覺得大家陷入盲點 因為大家都看那個掌停板 看得很厲害 真的很癢 我告訴你 在食物上很難做到 對 看股票是一回事 掌停 早上我要買 你買看看 你能買多少 我跟你講你買多少 一般的人能買多少 小鴨嘛 對不對 你就買一張嘛 對不對 這樣而已嘛 一張給你掌停板 你用變得有好的人 我頭賭給你 你是過癮啊 過癮啊 是...沒有錯 但是股票市場不是過癮 是最好 真正你要看好好的股票 大的資金進去 一個波段 它不用漲100% 那預創這種可不可以預創這種 紅大電影 我會怕預創 我跟你說 這都10年1遍 對不對 10年1遍 10年1遍 對啊 你現在又不是第一次 是不是 你又不是第一天買了 你已經看了一段 大家都想說這樣 哪一天我們這邊六個盤 又五個投籤的時候 我看隔天就要崩盤了 還好今天只有四個 來來來 榮旭怎麼辦 這種投機股怎麼辦 特別是最近很多股票在軋空 對啊 這個最近的一個軋空 主要是軋中小型電子股 我之前就已經跟大家講 這個其實 像美其馬不要也很要 對 你現在真的不能 資源也很要 你真的不能說 用本益比來看這些股票 你如果用本益比來看股票的話 你每一支都買不下去 不是你每次都買不下去 對啊 因為現在的時間 已經是年底了 11月14號 第三季財報就公布完了 公布完之後 你還要看什麼EPS 所以每一年 這個時候就是第三季財報公布完之後 就做夢了 今年做夢又提早 為什麼 因為錢放在小孩 銀行會加 因為現在銀行定存利率 還不到0.8%一年 你像資源你EPS 看他不遂眼嘛對不對 真的有人看他不順眼 因為資源EPS 人要看第三季賺一塊三 你動作很讚對不對 跟上半年比起來好像個 200幾塊的股票你才賺這樣 200幾塊 你如果用本益比來講的話 前三季賺2塊多 好像讓你賺3塊 這個連100塊的價值都沒有 但為什麼股價會這樣大漲 因為就加空 你看他眷資比一路加到67% 那這種股票 大家千萬不要去摸頭 很多人會去看空他就是說 你千萬不要看他們不順眼 對 你寧可不要看 就是你可以不要做多 但你不要看他不順眼 對 因為這種股票 你很難去預測說 他的最高點在哪裡 不要看到一根藏黑 就很多人用這支射到 看到這根藏黑有沒有 想說要死了 空下去結果隔天都再漲上去 再加起來 所以這種股票你要怎麼樣看 除非他融券大幅的減少 或者是融券連續性的減少 比較會漏 那如果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在觀景幣的時候 通常觀景幣都不會出高點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最近為什麼 宏達電一路漲 因為宏達電觀景幣 宏達電觀景幣 我們看他的成交量 他的成交量很小 很小主力怎麼出得了貨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所以他出不了 他得邊拉邊小出 那也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通常都是怎麼樣 放出來之後 放量才會見高點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像這個2603的這個藏長榮 打播幫我們放出長榮 然後時間看到六七月的時候 六月底七月初的時候 有沒有 那個時候大家都說 那個觀景幣趕快放出來 趕快放出來之後有沒有 放出大量見高點 因為他在 就他沒有量的時候 他是不會跌的 他是出不了貨 怎麼樣跌 對啊 所以通常就是在 在觀景幣的時候都不太會見高點 不太容易見高點 所以現在的一個狀況 就是會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這一波 這個投信是嘎那支 導播再幫我們換一個档 換一個K線 就是上櫃的一個日K線 下面放出榮券的一個狀況 你要發現 櫃買指數 來 OTC指數 下面要放榮券 放榮券 放榮券 那我觀察 上櫃的榮券的余額 已經創下了接近三年來的新高 然後我們 這個榮券一路 一路該路 大家都放空中小型電子股 看中小型電子股沒點 因為本益比太高 本益比怕死人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再看投信 投信證實在很聰明 投信都買這個股票 他知道大家 都看的這裡不會去 看中小電子股不會去 所以他就一路的買 就加空 散戶一路空 投信一路買 對啊 所以這個狀況 沒有變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個都還有行情 那還有行情 怎麼操作 怎麼操作 就切不下去 怎麼辦 我跟大家在講 因為我們看的都是月線季線 這個比較長 如果這種股票要看短線 通常強勢股是延五日線往上盤間 那強勢的股票 如果你要做波段 就是拉回月季線量收的時候 找買點 這都離月季線那麼遠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 用這種股票來做波段 這種股票都是短線操作 我們來看有沒有就是說 卷資比才剛剛要拉起來 我們現在看剛剛 我還沒有講完 剛剛那一頁 對 美其馬跟順德 你看他的卷資比 一個45% 一個31% 但是他們後面 有剛剛往上的一個力量 所以你意思說 我們不要買智元和雷 我們現在改買美其馬和順德 因為他的卷資比 剛剛從低檔要往上 低檔要往上 如果高到560%的時候 你再趕快下車 那個表示他已經又再漲一段了 是這樣的關係 然後他的股價又創過段高點 表示你放空的全部都賠 但是蔡總說 下個禮拜要開始感恩了 感恩是這樣 感恩 感恩 他可能是短線的一個反彈 因為現在是公布財報 但是我們講財報它是一個期間到11月14號 11月14號之後 你懂意思嗎 11月14號之後就沒有財報的問題 所以11月14號之後 我們就要看明年的題材 所以我們就看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我就要講了 就現在開始要做夢了 所以你看 玉川 佳金 元金 合一 這些通通都是怎麼樣 夢很大的 你譬如說像玉川為什麼夢那麼大 因為它除了元宇宙之外 又有一個高速傳輸 它好像不一樣 它兩種都有 所以你看那股價往上漲 外資 外資其實我講 外資如果做這種小型股 通常都是主力化身 都主力化身 所以主力如果要跟這種股票 其實很快 因為它的股本小 佳金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你看這個地方它還沒有過 我記得好像是107是多少 但是漢蕾 導播幫我們把漢蕾的K線打出來 漢蕾老早就已經過這裡了 因為漢蕾跟佳金的股價 其實都是走一樣的 因為一個是母公司 然後而且是客戶關係 就是漢蕾它是做這個晶圓代工 累金是跟家金拿的 所以漢蕾的營收 連續四個月創新高 家金營收也連續兩個月創新高 所以他們的業績是走一樣的 差就差在一個什麼 但是它股價相對落後 對 一個有架空 一個沒架空這樣而已 但是如果講業績 這後來應該也會不漲上來 再來的話 我們看太陽冷 我認為也可以留意 太陽冷雖然沒有賺錢 原金真的可能 也是沒賺錢的 對 這原金可能要賺錢 今天去的都是沒賺錢的 對 但是這個太陽冷 大家不要小看它 因為這一家太陽冷 是跟美國特斯拉是有關係的 最近大家要看美國基建 法案會不會過 我認為是會過 但是大家不要再看 以前的造橋鋪路 現在先進時代 這個時代就是男人取的 不一定都大家歸秀 對 現在 不一定 現在的造橋鋪路 女護理師也會超過 這種種的神經科主任 對 菁姐 他是上一級的 不一定 愛護理師 不一定愛神經科主任 所以新基建可能就是什麼 太陽冷 綠冷 然後這種充電站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像原金這種 開始打出了底部 你怕追高的這個 就是機器比較低 機器比較低 如果講到 本夢比高的 夢高的心要最高 心要最高 合一這個也應該今年要賺錢 可能也還沒有 還很難 但是你看到 最近拉了一大波 誰買的 外資買的 但是現在 好歹的你會去賠 就是現在做股票就是你膽子要夠大 就是這樣 其實不是現在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通通都一樣 都是好歹的你會去賠 然後來 我們來投一下票 所以此時此刻 現在是來到十月底了 第四季是不是真的應該 買一點沒有基本面的做夢股呢 請舉牌 來 沒有基本面的做夢股 一 二 三 四 四票 有兩票 昌星跟蔡總說 我還是堅持 要買好公司 好 我們既然呢 剛剛在外太空 在宇宙 我們來回到地球上 來談談財報 真的要認真做一下功課 還是這個買中股票 可能比較容易睡得著覺 來 東霖來談一下財報 到底 通用和福特的財報 公布出來的表現如何呢 表現如何 當然是不好 怎麼會好 如果說我們都是看年成 不好嗎 我們都看年成長對不對 它年是衰退 公布出來是年衰退 可是為什麼市場 用傳家音來解讀呢 傳家音是本來預期很爛 公布出來 好像沒那麼爛 就是普通爛 所以呢 所以就開始漲了 而且福特今年已經漲了一倍了 為什麼 一個除了財報沒那麼爛以外 最後第二個就是什麼 他們開始有夢了 什麼夢 電動車的夢 電動車 對 這兩家都老車長 但是福特怎麼樣 福特的電動車 它那一台 福特有一台 所以傳家音不是它表現 而是優於預期對不對 對 優於預期就是沒那麼爛 就是沒那麼爛 對 沒那麼爛 那福特 其實福特它有做電動車 姐姐你可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它不是坐在福特的品牌裡面 它坐在什麼 它坐在野馬的那個牌子 野馬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所以畫面就是福特的電動車 對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Mark 那個Mark是一個Mark 滿帥的 對 那個Mark其實滿帥的 就是一隻馬 就是網面關頭 縫底所開那個 美國機後車 就是那個牌子 那賣得好不好 賣得不錯 它目前的累計現象是 一萬八千八百五十五台 是僅次於特斯拉Model Y 第二好的那個修理車 也就是賣得非常好 而且它標榜不是什麼 它標榜的不是說 我那個電動車的舒適 我還標榜什麼 標榜說我非常安全 因為他們有做過什麼 防撞測試 不管你從側面撞 後面撞 上面撞 不管你怎麼撞 裡面的人安全性率是92% 而且這台車撞的時候怎麼樣 不會失火 也就是它標榜這個東西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那我問一下通用 那通用的電動車呢 通用更厲害 通用 通用發表的是漢馬車 這台漢馬車發表完就玩瘦了 就第一次來 它一發表完就玩瘦了 真的假 為什麼 因為老美很喜歡漢馬 對 因為漢馬車 基本上就要上山下海 那美國基本上要地又大 對不對 就是你要跋山涉水 那跋山涉水 這一台車雖然是電動車 但是它是四輪傳動 那四輪傳動 你在爬山涉水的時候 比如說像那個山路崎嶇對不對 叫轉彎的時候 它是什麼 它不是只有一個輪 不是只有前輪在轉 它四個輪子同時 比如說我要向右轉 有沒有 四個輪子同時轉 男人為什麼講到車子 就這麼興奮 對 就像那個 就像夜球放鋪鴉 它整個滑過去 正對怎麼樣 所以你在爬那個 岩石地的時候 就是路比較情緒的時候 它那個底盤 底盤可以自動升高15公分 總理 我覺得你講車子 比講股票還要激動 很興奮 很興奮 好像看他愛人一樣 說真的 這個車子 我看的真的很想買 尤其是那個美國季候車 那個福特那一台 因為那個Mark我看的就很漂亮 有沒有像這個有沒有 它底盤是可以往上升的 升15公分 所以像這個 基本上這種都是在美國 都賣得非常好的 那也就是開始有夢了嘛 那開始有夢的話 其實研究 那電動車的夢可多了 上山下海什麼都有 對 但也就是研究機構有在估 你到2025年的時候 其實全球差不多有1600萬台 這個站目前的全球的車市 車輛差不多17%以上 那17%以上 你要解決什麼事情 解決就是充電的問題 這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跟那個 11長駕剛過中國道對不對 充電樁不是大排長龍嗎 對 那個超誇張的 你如果說快充的話 快充基本要10分鐘 如果說你前面不小心 有六台車的話 哇 我們在那邊 等等等一個小時 所以中國現在怎麼樣 充電是快充太慢了 所以我們用換電 換電站 換電站 而且中國的換電站 很酷喔 怎麼說 比如說以那個 像這個部分 它車子 車子開到那個充電的部分 充電站的部分 是 我就那個電腦給它按下去 自動充電 它要怎麼樣 車子會自動巴咕咚 自動倒車 然後自動進那個換電站 然後呢 下面那個幫你換電 所以現在就在換電了 對 在換電 那它這個大概要換多久 差不多3到4分鐘 那很快 比我們加油還快 但是如果說你覺得3到4分鐘 還很慢的話 不會不會 3到4分鐘可以接受嗎 對 它們現在有更快的 叫做20秒 20秒就可以換 所以它現在就是要換電 對 又換電 我不要充 因為充這個10分鐘太慢 都換得比較快 那你如果說要換電站 要普及的話 你吃到非常多的電池 那非常多的電池 現在電池基本上 差點就在漲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跟電池有關的個股 最近也非常標 我們回到股價來看 電動車概念股 最近很標的 大部分都跟電池有關 對 其實電動車 只要幾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當然是電池 什麼康股 美其麻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聚合 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旁邊辦 但是我說真的 如果是我這個地方 我追不太下去 因為法人開始賣了 你不追啊 不追啊 法人開始賣了 那法人還 這兩隻法人都已經開始賣了 對 都開始賣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追的話 可能要追要往 二極體 對 要往二極體看 為什麼 今天的投本比 第一名叫做彭城 第二名叫做台辦 第三名叫強帽 也就是投信 他馬上起來在買什麼 在買二極體的部分 而且持續在買 像這個台辦連續 投信連續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資訊 因為現在大家很想追 又不敢追啊 對 就是這個 其實我認為法人在賣 其實追 說真的 這個名額可能賺六塊而已 現在已經一百七十塊了 現在不要講EPS不是嗎 對… 但是他比較實性 打算給他改掉 好 來…台辦 但如果看籌碼的話 其實就這兩隻 好 強帽跟台辦 我們用價值來看比較清楚 好 來 對 這個投信 基本上連二三買 投信 連續買對不對 連二十三買 就一直買 而且這個是整理過後 今天有突破 當然是有些當充的部分 但是我認為其實都還好 因為投信的部分 就是會沿路買上去 那強帽呢 來看看 強帽…也差不多 就是投信都一路買的 而且都持續往上走 當然前面有一次誰帶帶 前面有一次蓬城帶帶 就是你有一支前面再帶的話 後面兩支就是 劈啪就狂 好 那我們來看 電動車哪些個股 創下波段新高 創下波段新高 包括美其馬 康普 立凱 聚合 明基彩跟台辦 其實台辦你比較小看 那他也創波段新高 對… 但是美其馬 康普這種 過熱的不要追對不對 基本上我認為過熱 那如果說你要追的話 可能就追台辦 因為像今天私拍一個新聞 叫做義發半導體 對不對 義發半導體 那請問誰有接到 義發半導體的單 這是義啦 就是他有接到義發半導體的單 所以呢 所以 為什麼人家說台辦是什麼 特斯拉概念股 因為義發半導體 就出給特斯拉嘛 那台辦就出給義發半導體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如果說你要看的話 可能這支稍微安全一點 可以留意 請問你 我會讓你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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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